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说是我比较期待的就是圣衣神话的这款战神阿瑞斯出自于圣斗少女祥 其实我这个动画片我一分钟都没有看过 但是这个外形我还是很种草的 虽然很多迷友都说它就是一个杂交版本的神双子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挺喜欢的 然后呢这一次的这个是一个魂商店限定版本 但是它没有外面的牛皮纸箱 只是加了一个透明的这个塑料纸 这个有一点点奇怪 然后导致你看我这一次的这个盒子 其实是有压损的 这边压了 然后包括后面软趴趴的 如果有外面的这个牛皮纸箱的话 就会更好了 毕竟它的价格真的不便宜 具体多少钱我就不方便说了 反正不会说999买的 毕竟真的很贵嘛对吧 好那不废话 直接开始来拆包看一下 我这个已经到手应该有那么十天的时间了 居然都没拆 打开打开看一下这个长长的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东西 我已经看到了 其实不是我想的那种左边右边 而是真的很长很长你看兄弟们 哇这个包的 嘿嘿脖子这样的往上弹很不屈的样子 然后眼睛是红红的 然后面雕有替换面雕有三个 然后手型方面有这个四复半 还有一个金苹果啊 这个到底是为什么金苹果我也不懂 然后这是第一层 第二层呢就是它的这个 应该是神医的这叫 它不是圣医吧 这已经算是神医了 底下其实就是一个人形了 然后最后 哎兄弟们看一下 这是我第一次啊 接触到既有翅膀又有披风 以前都是要么穿披风 你就别翅膀 要么你穿翅膀你就别披风 但是这一次 居然是两个合为一体的 好了不废话 看一下细节到底是什么样的 细节方面我们略过它的素体 因为真的没啥好说的 重点来看一下这一次的面雕 这个面雕呢 首先它的这个初始状态啊 是这张比较严肃的 然后呢 眼睛是这样的一点 红通通的这个眼睛啊 可以说这一次的这个战神阿瑞斯呢 我是没有看过动画片 但是想过去应该 它就相当于是邪恶版本的撒迦 你看这个头发也是偏这种灰白色的 这看起来真的是挺凶的 然后第二个表情呢 则是一个闭目的表情 刻画的也是非常的精致的 第三张脸就有意思了 兄弟们看一下 首先它的这个表情呢 非常的邪恶 同时它的这个嘴巴啊 微微有一些那么呲牙的这个表情啊 也是万代以前好像很少见的 这个刻画的也是相当生动 最后一个表情呢 是我个人最为喜欢的兄弟们看一下 你看眼睛冲下 然后呢同样也是通红的眼睛 包括这个嘴巴张开来 而且重点是兄弟们 我以前印象之中好像 圣衣神话的这个表情啊 嘴巴里面是没有这么深的 它都是涂成黑的 但这一次你看 真的是很深啊 可以做一个什么香烟 或者是咬什么东西的一个表情啊 所以说这一次的这个表情刻画 我个人是非常满意的 替换手型方面总共有四副半 首先是摊掌手 然后呢这个是微微弯曲的手型 普通握拳手 还有这个握持大宝剑的手型 最后一个呢 则是握持这个金苹果的手型啊 这个金苹果呢 就是这样子非常简单的一个东西 我没有看过动画片 为什么有金苹果知道的 兄弟们麻烦弹幕告诉我一下 好了手型方面呢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配件也都介绍完了 接下来来进入到人形着装的部分了 那么这款战神阿瑞斯呢 由于它就是神双子的一个变异版本 所以说拼装的过程 我相信就不用我再细细的多说什么了 大家就看就行了 那趁此机会啊 顺便又到了这个刘哥的聊天环节 来聊聊看 最近9月份10月份这两个月 为什么我的更新速度 明显慢了很多 也不是说慢了很多 就是会突然之间 可能有那么十几二十天 突然间就不更新视频了 你看这个10月初的时候 我到8号之前 我平均每两天更新一期视频 还是比较正常的一个速度 对不对 但是突然之间 今天已经28号了 这个视频我不知道今天晚上 能不能够准时的发出去啊 如果发不出去的话 就超过20天了 为什么呢 第一个是因为工作真的比较忙 每次到了年底的时候 都属于我比较忙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天天的 就是要做标书啊 投标啊 然后呢 记合同啊 记发票啊 验收啊 回款啊 这些之类的 就是秋收的季节嘛 但更关键的主要是因为 从9月2号开始 我新家就开始装修了 有装修过家的都知道 真的是很烦 重点是 确实新房子装修 会花费掉你很多的这个 精力啊 我几乎每天都要去处理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事情 而且重点是 处理倒好了 重点是呢 你的心啊 也会被拉过去 毕竟这是我的梦想嘛 对不对 所以说现在某种 某种意义上来讲 其实 玩玩具的这个心态 我就已经没多少心情去玩玩具了 因为比起玩玩具啊 那装修新房子 对不对 那更是我的这个心头大爱啊 我的这个梦想啊 我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工作室啊 什么满 每天都在想的是这种事情 现在反而玩玩具 我就没什么太多的激情了 所以说到搬家之前 可能这大半年将近一年的时间 我对玩具的这种喜欢程度 会略略的下降一些 因为有更重要的事情 要我去花心思去认真对待嘛 对不对 然后也有很多朋友说 刘哥你什么时候搬家啊 现在我装修装了将近快两个月了 我已经今天水电正式做完了 然后接下来就要开始 主要就是做一些那个瓷砖 可以铺瓷砖了 然后包括一些铺地板了 然后吊顶骨架的部分 已经拼的超 怎么怎么讲骨架部分 拼的差不多 确实就是吊顶 它有分骨架 就跟你拼高达一样 有骨架 拼完之后 然后再把表面的一些 一片片把它拼好 然后吊顶也是一样的 骨架已经都弄差不多了 所以说进度还是非常快的 因为很多人装修 装了两三年的时间 我这才两个月都已经 进度的这么快了 然后可能会在明年的四月份的时候 差不多就装好了 因为过年期间是不能装的 今年过年又特别早 过年这一个月是几乎不太可能装的 然后到了明年的四月份 基本上弄好了之后 剩下的一些什么家电 再买一买 大概就还要亮个三四个月的时间 毕竟甲醛嘛 肯定要亮一亮 大概搬进去的时间 也许是在明年的七月份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也许是明年的七月份 大概是这个样子 这位兄弟们 你们就不要再催我 留个你什么时候搬家 没那么快呢 你装修是干嘛 拼模型啊 对不对 加班加剑不可能的 没有那么快的 好 拼装还是很顺利的 还是非常顺利的 接下来呢 咱们先来 把这个可以先放到旁边去了 来说一下 你看翅膀的部分 这里 包括这个部分 都是金属的 然后呢 可以这个 往后 对不对 往后掰 往上掰 这个相信大家都应该能够猜得到 这个就是 真的很像神射手的那个翅膀了 然后上面又有点像是这个神双子的 反正就是杂交体啊 然后兄弟们 你们看一下 它是这样子的 这边还有个披风 然后呢 如果其实你想要的话 其实你想要的话 哎 你看 这个样子就是一个披风的版本 我把头再装上去看一下啊 好 那这个头呢 拿出来 我觉得还是不要戴头盔了 先不要戴头盔 因为我觉得这种双子啊 双子很奇怪 它是一个 就是不戴头盔 明显要帅过戴头盔的样子 我个人是这么觉得啊 你看好 这样扣好了 那么这个样子呢 就是属于一个 就是普通的像黄金一样 穿上披风之后的造型 兄弟们可以看一下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调一点的 哎 这种类似于白银的配色 然后呢 搭配上这种 披风 对不对 所以说这款玩具 首先你这种搭配披风啊 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接下来呢 再来演示一下 怎么样跟这个翅膀来玩转一下 那这个披风跟这个翅膀呢 其实非常简单 你看这边直接滑槽滑下去 哎 应该是后边啊 有个滑槽滑下去 滑到底就可以了 那可以看到 这边中间的长长的凸起 跟底下有两个小小的圆圈 这个三个地方要扣进去 哇 兄弟们 这是我第一次扣啊 我也是第一次扣 我不知道到底 能不能够顺利成功 上面加上下面 三个地方 我们用力的 啊 哎 很轻松 very very轻松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呵呵呵呵呵呵呵哈哈 哈哈哈 好 那这个样子呢 我觉得还是装上 这个表情加上头盔吧 这个有点像什么 墨西干头 是不是 我们这边啊 这边还有个小钱发 装在这里 然后呢 咱们给他扣上去 OK 那最后呢 再把这个头 直接给他塞进去 可以看一下 为什么他这个后发 这么凸就是因为他后方 别有一番天地啊 再去用力 OK 现在我先调整一下战姿啊 好的终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现在应该战力是非常稳定了吧 我来试验一下啊 没毛病 重心尽量往前倾 OK 那么这款战神阿瑞斯的整个人形着装 就已经瓶装 完成 say you forget the way you acted 好的接下来来看一下战神阿瑞斯 着装之后的人形表现 首先呢 先跟兄弟们道个歉啊 其实你们看到的在这个之前的 所有的片段呢 都是10月27号的下午拍的 但是现在呢 拍这一段的时候呢 已经是11月2号的中午了 中间隔了五六天的时间 我没有拍 主要是因为最近真的太忙 你看我声音都已经有点感冒了 最近身体又不太舒服 所以说这个视频硬生生的又给我拍了 将近一周的时间了 好不废话了 来看一下这款战神阿瑞斯着装之后的样子 我相信肯定很多名有不喜欢 因为他真的就是身体的部分 完全就是神双子变成了一个白银加上红色 然后那翅膀又非常像神射手 又加上了神双子的部分 所以说感觉就是一个大杂柔 包括头盔呢 也就是那个以前教皇的头盔啊 所以说兄弟们 这个着装之后 你们觉得颜值到底怎么样 可以通过弹幕来告诉我一下 觉得非常帅的打一 觉得一般般的打二 觉得很差劲的打三 我个人是觉得其实拼完之后 还是很骚气的 特别是这种红色的 然后呢这个大翅膀加上披风 兄弟们应该知道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这种比较 就是帅气的霸气的样子啊 所以说呢 这款战神阿瑞斯 我个人还是挺喜欢的 至于他跟神双子之间到底有多相似 由于我神双子已经装起来了 所以说呢 只能用图片来给兄弟们代替一下 大家可以对比看看 身体的部分完全就是一模一样的 那两者之间 兄弟们更喜欢哪一个呢 可以通过屏幕上面的数字 来进行一个选择的弹幕 或者是留言区 告诉我你们的答案啦 接着我把战神阿瑞斯的头盔 给他去掉 我觉得这个样子 才是看起来最帅气的 然后这边手上 拿着金苹果的样子 哇 这个表情太传实了 哎呀 这边好像会看得到我的脸啊 哈喽 兄弟们你们好 我戴个眼镜 但是我的五官已经歪曲了 反正你们看去看呗 然后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它有一把 大宝剑 纯塑料的材质 细节方面还可以 这个还是挺帅气的 我们这边给他拿到手上看一下 OK 那这个样子呢 就已经拿上了 我这边还把他的翅膀 稍微张开了一点点 这个样子 我个人是觉得还挺帅的嘛 真的还挺帅的 然后呢 战力性方面 虽然说刚开始 我拼装完之后 是有点难战力 但是你只要调整好重心之后 再加上他后面这个披风 会给你挡着 所以说往后倒 几乎是不可能往前也是 没有任何的问题 战力性 非常的稳定 OK 那么这款战神阿瑞斯 人形着装之后的造型 就已经演示完成了 接下来 再来看一下 他的神医部分 究竟是什么样的 兄弟们 我的魔玩咨询互动平台 正式开通 扫描二维码 或者是微信公众号 搜索刘哥魔玩 就能够找到我 有什么问题 或者是想有互动交流的 就赶紧来骚扰我吧 你留言 我回复 包你满意 不说了 我要去回复信息了 OK 那么战神阿瑞斯的整个 神医的形态呢 就已经全部都展现在 兄弟们的面前了 为什么没有演示 他的拼装过程呢 因为他就是拼个人形 非常的简单 所以说就不浪费大家时间了 然后整体的造型方面 我个人觉得还是挺帅的 有点像是变似的 骑士擒天柱 也是有一个类似这样 俯件的一个造型 对不对 这个好像难道是致敬吗 但是兄弟们 我不知道你们看到了没有 这个战神阿瑞斯的神医形态呢 有一个小小的缺陷 就在他的右肩膀的位置 没有错 他的右肩膀这边 不是说少了一个肩胛 而是他有一个肩胛的一个凸起 居然断掉了 现在我这个肩胛 根本没办法装上去 我玩万代的圣医神话 应该有将近五年的时间 这是我第一次碰到 就是不是说我搞断掉 而是他一拿出来 这边就少了一个杆子 这个是一个中了一个大奖了 兄弟们 五年时间万代 万代应该是非常精细的一个厂家 居然会出现这个问题 真的是 好难受 但应该也没什么事了 反正到时候我到网上 再去买一个这个补件就行了 整体来说 反正我是觉得这款战神阿瑞斯 我个人还是挺喜欢的 价格是有一些贵 但是 好歹是万代的一个新品 不再是什么神黄金 或者是十二黄金 那些炒冷饭的一个系列 好歹它是一个新的元素进来的 所以说 我个人还是蛮喜欢的 OK 那么这些事情呢 做的非常的简单 也是我将近一个月没拍视频 回归制作 希望兄弟们能够喜欢了 那么兄弟们 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